大家好 地球上的深海里 充满了我们人类 偶远接触不到的奇观 当然 除非这些奇观 被冲到海岸上 但某些东西 在充满盐分的海水里 不止拍了多久后 被冲到海岸上 场面可能十分糟糕 在海水 吸取核起海洋生物 对实体的作用下 那些传奇般的神秘生物 都可能成为现实 我们甚至会时不时 发现新的谜团 现在就让我们深入了解一下 那些被冲上海岸的 最神秘的生物 我们开始吧 新西兰的海洋外星人 这神秘遗骸 是由一名叫Hannah Mary的女子 所发现 当时 她走在沙滩上 打算收拾一下 风暴过后的遍地垃圾 看到遗骸时 多大吃一惊 Manny起初以为是塑胶片 其后 只认为是某种海怪 这个神物有着两条细长的腿 尖锐的脚 长长的尾巴 和带有翅膀的爪 它张开大口 露出密码尖牙 看上去非常恐怖 之后她将遗骸 部分人称 这是来自深海的瑶鱼 一种身体变平 罕见的长有脚的鱼 它们的脚 被用来在海底移动 并且保持平衡 鱼 被认为 是唯一的进化出了脚 同时 永远生活在海里的生物 在2018年 一团19英尺长的难以辨认的东西 被床上菲律宾 迪迦纳岛的海滩上 它吓坏了围观人群 这是一只脏兮兮的庞兰大物 身上覆盖着毛发 由于缺乏可辨认的形状和特征 它被人们叫做格罗布斯特 这是一个通常被用来指代 不明海洋团重物的术语 它已经腐烂得如此的严重 以至于科学家们 十分困惑 不知道它原来是什么样的形状 然而不片观点认为 它本是某种鲸鱼 或是其他的某种海洋生物 如果它本来是鲸鱼的话 人们推测这个奇怪的白色团重物 只是完整的肥大尸体的一部分 这只格罗布斯特 在党地居民中引起了恐慌 有人认为这里即将发生地震 也有人认为这是不祥的征兆 这个2018年的事件 让人联想到1924年 南非马盖德海岸边 得另一件红洞的目击事件 这个所谓的格罗布斯特 引发了人们许多疯狂的猜想 当时这生物被怀疑是鲸鱼 跟北极熊的混种 俗称的半金半熊 并被取名为Turimco 而且人们声称目击了一堆胡鲸鱼 正与这个半金半熊搏斗 西尼之龙 近年来 在澳大利亚西尼的沙滩上 充满了这些迷人的海洋生物 它们都非常像神奇宝贝里的生物形态 它被科学家取名为 蓝龙海阔语 蓝龙利用水的表面张力 来维持在水面 让风和洋流 把它们带往其他地方去 虽然这种小型生物 看起来人出无害 但其实它拥有毒的刺 只取人来 可是难以忍受 它们对人类来说 并不是特别危险 但是它们的刺 可以导致极度的疼痛 和过敏反应 并能引发心跳奏停 或者呼吸道毒涩 蓝龙是死楼型动物 并且会攻击大型生物体 包括葡萄牙军舰水母 现在 越来越多这种 几英寸长的小型生物 被冲上昔泥的海岸 在海滩上 金色的沙子的衬托下 它们很容易被辩论 虽然蓝龙上面是蓝色的 下面却是影色的 但当蓝龙游泳时 蓝色的身体 让它们能够与周边的环境融为一体 从而逃避海上的掠死者 找不到它们 而它们像海底的一面 则是影色 与海面上折射天空的颜色 融合在一起 并海里的掠死者 也找不到它们 苏格兰水中怪兽 2018年 在苏格兰的 深塞热石海滩上 人们有了一个 不同寻常的发现 Joe Bruce Chamberlain 和John Fitt Patrick 在海滩上散步的时候 发现了一群丑陋腐乱的生物 人们开始感到震惊 与困惑 但是最终它们被辨认出 是被冲到海岸上的深海鱼类 这一群丑陋腐乱的生物 共有15只 科学家认为 它们是毒舌鱼 深海龙鱼 尖牙鱼 和幽灵沙 最终 它们的来源地 被找到是 摄德兰群岛岸边的一个地方 原来 是一位海洋科学家 收集它们做研究 然后在运输时 不小心被海水卷走 因此它们才会 冲上了苏格兰的海滩上 蜻蜓交脱疗 这是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滩 经常出现的生命生物 这种生物体是完全透明的 看起来更像是玻璃 或者玻璃纤维碎片 这奇特的生命体 其实是一种海螺 对于人类来说 并不算是危险 但是不小心踩到上面 可是十分痛苦的经历 虽然被执伤会很痛苦 但不会有过敏反应的痛苦 因为它们是无毒的 这种小型远距撞生物 会冲上佛罗里达州的海滩 原因是从加热比海来的北部洋流 虽然数个世纪以来 未有人能够拿出实际证据 但仍然有人相信 你是湖水怪的存在 在2019年 Jeff Oren和儿子在加拿大的 狼岛出游时 他那海岸有一去尸体 起初有一次海豹 但仔细观察后警觉 尸体即是缩小般的 你是湖水怪 由于不确定他发现的是什么 他便通知了媒体 并且引起了一些海洋生物学家 的注意 从而得到了几种说法 许多人认为 它是某种深海鲨 很可能是一只老杀 而美国鱼类 及野生动物管理局局长 但Edge表示 其实有些海洋生物在腐化之后 会长得和10千动物 有些相似 例如大型老杀被分解后 颈部会变得细长 和这次的不明生物长相 有些类似 也有人说 它像一种传说中的生物 但这个生物的尸体 从未被复原 更加承大了它是未知生物的可能性 如果它是一只未知生物 也一定是了不起的未知生物 所以你怎么认为呢 是腐烂的鲨鱼 还是你似乎谁怪 在留言区告诉我吧 福利海滩的怪物 当2012年这10千举手般的生物 被冲上美国的福利海滩时 人们花了很多功夫来辨别这个生物 而著名的水族管兽医 Shane Boiling 给出的理论是这个所谓的怪物 可能是一条大西洋鲜鱼的尸体 然而这个生物的形状 和巨大的体型 与理论相一致 因为鲜鱼能够长到惊人的15英尺长 而这怪物的颜色 可能是过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造成的 澳大利亚的奇怪海魁 一名网友Holo Wolf 在西澳海滩发现了一只奇怪生物 他在Facebook论坛投照询问 从照片中可见 这只怪物身上有着几色只黑白相间的出手 身体中心半透明的部分凸起 还有着皱褶鱼龙毛 而Holo Wolf上网查询之后 却始终都查不到这个生物的相关资料 只要把照片 PO上网络询问 结果引来的网友一阵热烈的讨论 有网友更详细的分析 按照这只生物的大小 身体构造 特征 以及发现的位置 推测结论应该是一只 武装都市海魁 又被称为条纹海魁 这种海魁 通常就是在西奥沿岸一带海域出没 而照片中黑白条纹 很可能是已经白化了迹象 同时 也有网友警告 千万别碰它 因为条纹海魁 但身体内有毒刺 如果被吃中 很可能会产生剧烈疼痛 麻痹 严重者甚至要休养到好几个月 自然界中的连体生物 的确是很古怪的 但是那些被冲上海滩的 甚至还要奇怪 2014年 一位叫特顾抹天的体育老师 在土耳其想售价其时 在一只蜜鹅的海边 发现了这两头生物 而这个生物最后被证明是一对连体海豚 甚至属于其哺乳动物 大约12个月大 总长才3.2英尺 连体海豚是十分罕见的 而这对连体海豚 恰巧的证明了动物王国里 真是无其不有 此外 在2015年 科学家们在美国加州的海滩 发现了一对连体灰金 且拥有双头部 即双尾气 身体则是在腰部相连结 这一对鲸鱼的体型更大 有食饮食肠 并且被认为有10个月大 在动物世界里 连体动物能活这么久 也足够让人震撼了 因为连体动物 很多出生不久就咬着了 更不用说要活过第一年 尤其是还要与海洋美的危险 做斗争 自饭 我們金窖 购物 做争 做杜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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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 此次